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個月我拍了一條影片說我2月用什麼 這個形式也不錯,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這個月不如繼續吧 暫時應該會放棄最愛影片 其實我覺得形式上差不多 只不過我不一定是那些東西最喜歡用 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過去一個月我用了什麼 有什麼初步的感受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3月我在用什麼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資訊 第一個想分享的就是Bruno的即熱飲飲水機 我在2月尾的時候買的 其實我想買這類型的飲水機很久了 因為我早上和平日 盡量都會喝暖水不喝室溫水的 所以有一部即熱飲飲水機 是很方便我自己用的 所以觀望了很多不同品牌之後 為什麼我會選Bruno 是因為它出了粉紅色 沒錯,我是完全因為適然去買這個Bruno 我拍一拍實物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淺粉紅色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真的很細部 然後如果我要按按鈕 我就要先開鎖 我就喝50度暖水 你看到它已經馬上出到水了 是不是很快啊 是不是很方便啊 首先說說我喜歡它的地方 它的機器不算很大 所以不會好壓位 2.5L水就很足夠我家用的 因為我還有一個室溫水箱 所以單是暖水才用它 其實是夠的 但是如果你說靠它 全家人都很喜歡喝水的話 我就覺得未必夠了 還有它有四個溫度選擇 50度、80度、90度和100度 這四個溫度 都是大約3至5秒 直接就可以出到水了 不需要等很久 不用等它煲 所以我也覺得很方便 本身我家是用普通的保溫壺 但是有時候我想要謀一個熱度的熱水 因為放得太久 越來越冷 我就要故意煲水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突然想買這種熱水機 不過我發現它也會有缺點 第一就是這個熱水機沒有過濾功能 所以我們放在裡面的水 本身已經是煲過一次 攤冷了才放下去 如果大家不想煲水的話 可能就是家裡本身有淚水器 或者你要買有淚水器的熱水機 所以才可以 這一款就做不到 立即在水喉水 再變加熱 然後馬上可以喝 然後第二點 我覺得它的熱度設定實在太密 50之後就是80、90、100 雖然我看網站 就是沖茶、沖奶粉和沖杯麵 我不知道這三樣東西 是不是對這個熱力要求那麼準確 但是因為我用不著 所以如果讓我選 可能我會選40、60、80、100 那就完美了 至於值不值得買 就要看你的生活習慣 如果你同樣都很喜歡喝暖水 又覺得顏色很漂亮的話 我覺得就好 但是如果你說平時喝開冷水、室溫水 很少喝到暖水更加不會用熱水的話 我就覺得不如不要浪費這個錢 然後最近我被媽媽燒到 就是這些栗子的零食 因為早前在Deliveroo買Donky有七折 你不知道呢 因為你沒有看我的IG story 我分享了出來的 Anyway 我看到媽媽很喜歡吃這一款 但是那天我只買這一款 所以買了回來 他說兩隻都一樣那麼好吃 我現在就開給大家看看 這一粒是啡色包裝 這一粒是紅色包裝 你會看到紅色包裝濕潤一點 然後啡色包裝是乾身一點點 但是圓一點點 然後咬一半給大家看一下 兩隻差不多而已 我喜歡它們的質地是軟身 不過很實在 所以吃兩三粒已經可以頂肚下午茶 到晚上都不會太餓了 而且裡面是沒有加糖的 只有栗子的 所以有栗子的清甜味 但是不會有那種死甜的味道 這一款是$24有三包 然後這一款截了之後 大約$21有三包 兩隻我覺得味道差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哪款買都OK 裡面就有十多粒 如果真的一個一吃完整包 是會飽的 所以我平時都是吃兩粒三粒左右 接著就是這一盒的紅茶豆乳飲品 原本我是買細枝的 但是因為實在太好喝了 我轉頭就回購了一個大盒裝 這個包裝應該不陌生 大家平時會看到青綠色的原味 不過這一款白色就是紅茶味 一開始我是看台灣Youtuber介紹 他就說好像奶茶味 但是我忘記了他是台灣人 我一直都以為是港式奶茶 誰知道喝完不是那一回事 他完全是台灣的手搖飲品 Bubble Tea的味道 是不算很甜的 我覺得是微糖至半糖中間 接受到的 不會是全糖那種死甜 然後他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划算 23.8一盒 是完全覺得自己在外面的 台灣手搖一杯杯的Bubble Tea 划算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推介大家 這次我不是推介酒 是一個普通的飲品 接著就是一本頭髮用品 如果有看Instagram 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Eve Poshy他們的髮湯 這一支我已經差不多用完了 不過不要緊 我已經回購了一個大尺寸 除了燒你們之外 我燒了身邊很多人買 我表妹 我弟弟的老婆 全部都說很香 很好用 那個feedback是非常 positive 它對於我的作用 就是令我沒有再關頭瘡 不知為何 划算有條路 我是在後面浸這個位置 一直在划算一顆 很大顆的 它會醞釀 然後爆 爆完後 同一個位置再划算 然後每次爆 又會黏粒粒 很臭 如果它還沒爆 一梳頭碰到它 就會很痛 所以我自從用了它 沒有那顆頭瘡 之後 我就非常非常衷心地推薦給大家 我放在Instagram 燒完一輪之後 我也覺得應該要拍片再說一次 另外用完它 我就覺得頭皮比較清爽 沒有那麼容易黏 所以油性頭皮和頭瘡性頭皮都很適合用 不過我覺得它對於頭髮的潤窄度和保濕度都沒有太大幫助 所以我用完洗頭水 然後洗乾淨 然後沾在頭皮上 然後按摩一會再用水沖就可以了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香 就算我不是很喜歡草莓和梅味也好 我都覺得它是很舒服的香味 大家也可以去他們的專門店問一下 這麼細枝我用到大約一個月多一點的 還有少許就來用完 不過不要緊 我已經買了一枝大的 接著就是這一款眼膜 因為我看到有人用完 就說眼底飽滿了兩閘了 所以我就立刻衝去買來試 一盒都是七十塊左右 有十塊 很划算 不過用完之後 我就覺得對我來說沒什麼效 因為可能我的黑眼圈 不是那種暫時性 即時性突然間出現 它已經是根深剔骨 是紅貓型 跟了我幾十年 就應該沒什麼得救了 所以這一種眼膜 可能不是我這一類型的黑眼圈 不過我想讚一下它的剪材 因為裡面這一款 我覺得用完 挺舒服的 它不會走位 因為它是啫喱形狀 喜歡做什麼 甚至乎跑步都不會掉出來 我覺得它的啫喱層 屬於適中 不算太厚 也不會薄熱 我看其他人的用後感 他們試過敷過夜是OK的 但是我眼底太乾了 半夜我會乾到醒了 所以跟我一樣都是乾底的人 就不要敷過夜了 它的質地是挺舒服的 涼狀狀 又不會黏粒粒 又不會油膩粒 但是它真的沒有什麼效果 真的去不了我的黑眼圈 又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所以如果你是很輕微的 很年輕的 那我也覺得可以一試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都是嚴重的 日積月累的 那就不要試了 我也有點雞難 上星期我出了一條化妝片 所以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最近在用台灣的ColorCon 這兩盒是同一個牌子同一個系列 但是不同顏色 然後這個是另一個牌子 我很喜歡這個系列 因為實在太好戴了 戴10個小時都不會乾 不會覺得辛苦 其次就是它非常容易戴上眼睛 沒錯 我很喜歡Olan 但是Olan的缺點有點軟軟 有時候要調校角度 才可以戴上去 或者有時候戴上去會脫出來 不過這一款 它的弧度很漂亮 很堅定 然後一吸上去 就戴了 所以我很喜歡它的 但是另一款 我覺得有點乾 我戴了大約4個小時左右 就覺得不行了 要脫下來 所以我就沒有太喜歡這一款 然後有很多觀眾 最近都問我有什麼眼影盤推介 其實我都很久沒買過眼影 最近我就突然重新愛上了ColorPOP的這一盒 這一盒叫做NUDE MUT 它是紙盒的 有磁石 所以質感我覺得還可以的 裡面就有9隻顏色 我覺得很適合春天用的大地色 它裡面有打底色 不同的主色 和一些滑眼線的顏色 所以一盤眼影 已經做到很多不同的眼妝了 你看到這個金色的光澤 是不是超美 還有粉質 無論牙色也好 珠光色也好 都很細緻 很飽 最後就是 Under Little Stardust的清潔面膜 它是Soul Skin系列的The Pink Power Mask 我給大家看一下質地 它跟平時的清潔面膜是完全不同的 非常滑 你問我 我會以為它是一個Cream Mask 多於一個清潔面膜 它的味道 是令我想起俄羅納蠅 大家知不知道你 會不會太有年代感 然後它的清潔力 我就測不到黑頭粉刺 因為我本身沒有 但是我用完它之後 護膚品是更加吸收 效果是可以維持到3至4天的 即是用完一塊面膜 平時可能我要洗臉的 但是如果用完它之後 之後我再敷同一塊面膜 是可以吸收得完 我可以抹一抹面就可以了 不需要故意清洗 不會覺得黏黏黏黏 是非常吸收得很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可以做到清潔毛孔 我有試過在男朋友的鼻子弄 因為它是士多啤梨的粒粒鼻 但是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敷完之後 然後抹走它 然後我應該做什麼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應該是怎樣做這個清潔的步驟 我應該上網去找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要再試幾次 如果它對黑頭也有效 它幫到男朋友的話 我再跟大家報告 你們看到我講完這麼多東西之後 它已經乾了很多 但是它不會變成固體 不會慢慢的 它還是有少許的霜狀 這個是我最喜歡它的地方 好了 那我的3月用什麼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們3月用了什麼 想燒我回頭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假就三天和星期日 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